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祖国的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大批 时代的先锋 人民的楷模 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克服困难 忘我工作 在各自的岗背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甚至不如 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行为可歌可泣 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永远的榜样 感动中国的模范人物系列 今天介绍的模范人物是 罗应珍 用爱唤醒沉睡三年的丈夫的好景嫂 罗应珍 用爱唤醒沉睡三年的丈夫的好景嫂 罗应珍 女 中共党员 罗应珍的丈夫 罗金勇 是云南省勇德县公安局民警 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 罗应珍模范遵守社会功德 积极弘扬家庭美德 不但热心本职工作 而且热爱公安事业 关心支持缉毒工作 多年来 他以实际行动 谱写了一曲当代女性的奉献之歌 正气之歌 爱心之歌 和一曲感人至深的真情之歌 2006年 罗应珍被评选为 感动云南十大人物 2005年10月1日 云南永德县公安局民警 罗金勇 在休假探亲途中 凭着特殊职业的敏感 发现了三名犯怒嫌疑人 作为缉毒警察的责任感 使得这位八小时之外的便衣警察 不过双方力量悬殊 立刻展开机场 面对凶残的歹徒 罗金勇临微不惧 与歹徒展开英勇搏斗 后来终于因为寡不敌众 身负重伤 成了植物人 英雄需要关爱 更需要亲情 罗金勇的妻子罗应珍 在丈夫昏迷后的六百多天里 始终不离不弃 精心照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离护着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家 为了方便照顾丈夫 她省吃俭用 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每天在病床前守候 照料丈夫 每天早上五点 罗应珍便准时起床 以打果汁 煮粥 作为一天的开始 在晨替 在晨替中 带着做好的果汁和粥 赶到医院 被丈夫洗脸 刷牙 按摩 擦拭身体 为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罗应珍从没说过 累和放弃 她本人就是学医学的 她知道 植物人最需要的 就是活下去的意志 为此 罗应珍想尽一切办法 每天晚上回到住处 都已经是深夜一点多 三年多来 罗应珍依然在 默默地坚守 默默地付出 用一颗真诚而炙热的心 深情期待丈夫的苏醒 更为可贵的是 在六百多天的精心护理中 为了激发丈夫的生存 意志 罗应珍写下了 六百多篇情书 每天念给丈夫听 这六百多封情书 是这位坚强不屈的好妻子 用爱和信念 谱写的生命之歌 也正是这六百多封情书 终于唤醒了 沉睡中的丈夫 罗应珍对丈夫 忠贞不渝的爱 像一股清澈的泉水 唤醒了人们的爱心 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时代需要英雄 人间呼唤真情 罗金勇舍生忘死 用生命维护着国家法律的尊严 罗应珍在丈夫受重伤后 使之不已 用执着和坚守 呵护着丈夫的生命 不同的世界 却是一样的壮举 人们常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这是因为很多时候 男人背后的这个女人 总是在用自己的爱心 用自己的理解和宽容 用自己无私奉献 不断给男人以温暖的支持 从而让他 可以全心全意去工作 去拼搏 罗应珍 这位普普通通的警察的妻子 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人间真爱的力量 更让我们看到了她 遇事不乱 处事不惊 沉着应对的大将风范 一个女人可以不美丽 但不可以不坚强 爱总是容易让人感动 信念总是会产生奇迹 我们坚信 在井嫂罗应珍 这种伟大爱情 和坚强信念的支撑下 奇迹能够发生 我们也希望 这种爱心 这种信念 能够传递下去 能够积累起来 能够逐渐影响到更多的人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警察重任在间 作为公安事业的监视后盾 那些井嫂们 家属们 牺牲了太多 也付出了太多 他们更值得 全社会尊敬和关爱 英勇的民警 用青春和热血 背护着社会的和谐与安盈 这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 英雄的妻子 不离不弃 执着守护着丈夫 这是对亲人的爱 罗金勇和罗应珍的感人事迹 以忠诚和真爱 弘扬着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 把爱人从沉睡中唤醒 是生命的奇迹 更是爱情的力量 他用一个传统 中国女人最朴素的方法 诠释了什么 才是真爱 甜蜜不是爱情的标识 浪漫也不是爱情的标识 只有苦难和艰险 才能映照出爱情的珍贵 人们对罗应珍这样评价 谁说酒病床前无嫌弃 罗应珍用行动告诉我们 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爱也是这个世界 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 在这个世界 有爱就有一切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小辉 在推荐罗应珍的时候 这样写 苦难磨砺爱情的坚强 爱情总因苦难而显光芒 她不仅唤醒了丈夫 也唤醒了更多人 在这纷繁复杂的时代 到底什么才是真爱 是宝马香车 是锦衣玉石 还是戳双若对 亲亲我我 不是 都不是 只有在大灾大难面前 依然忠贞不渝 不离不弃 才是真正的爱情 六百封日记情书 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用真爱和心灵 唤醒沉睡的丈夫 这才是真爱